任何人都想拥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很多人错过了对的人 很多人遇到了不对的人 如果你想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青春 想了解一下关于恋爱的同级连歌 亦或者你错过了适合恋爱的年龄 那么我很希望你能静下心来 听我讲一个关于少年和两位少女的爱情故事 它的名字叫做白色相簿2 去与风城大附属学校的学员季就有30天了 每年的学员季都有学美比赛 小木曾学来接连获得了两届的学美冠军 他已经成为了这个比赛的热点 大家都认为今年他也众亡所归 必定拿下冠军 然而现在学员季委员长早半 却遇到了大难题 因为学来声声前两阶比赛都是朋友提他报名的 自己是被迫上来的 所以今年不想参赛 可如果学来不参赛 那同学们肯定会失望 这比赛恐怕会失去很多热度 严重的话甚至会因此去办不起来 也说不定 于是焦虑地赶紧找到班师靠谱的前任委员长 被袁春希 春希一见到学来就不客气地说 如果为之前上台而后悔的话 那就对那些制止学来的人太失礼了 学来被他不客气地说雷通 没想到学来并没有生气 反而温和地承认错误 春希尊重个人意愿 同意他不用参赛的 这让学来有点意外 两个人这一次相遇 让命运齿轮 互相朝着彼此转动 学来也发现 春希似乎和那些肤浅的男生 与众不同 忙碌一天的春希 总已拿了傍晚的愉快时间 因为这时的他 可以用吉他和隔壁的优秀钢琴手合奏 两个未曾磨面的人 又木月牵起了无情的羁绊 对方的音乐水平 明显高于自己 可是对方却总顺着自己的曲调 去迎合自己 原来即将毕业的春希 加入了轻音乐同好会 他想到最后一年学圆季 能够上排进行乐队演奏 然后乐队的人都走光了 心存遗憾的他 便想放弃这个节目了 但是一个傍晚 他弹奏的吉他 楼顶传来了美妙的歌声 惊喜的春希跑到楼顶 发现歌唱者正是雪埃 春希想邀请雪埃加入轻音乐同好会 单单主唱 四所一夜的雪埃 还是因为不想出风头 而拒绝了春希 但是春希并没有放弃 他势得必得的先把节目报了上去 因为春希在一年前 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学校偶像雪埃竟在打工 春希并想用打工这个秘密 让雪埃加入的 可惜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而在学校外的雪埃 戴上了黑光眼镜 显得是那么的朴素 似乎是因为自己的秘密 被人发现 于是他突然整个人 变得随和起来 更是在下班后 带着春希去了卡拉OK 雪埃的第二个秘密 就是每星期 都会在KTV一个人 唱很久的歌 因为他太喜欢唱歌了 这次 深夜俗虑过了雪埃 主动请求单人主唱 并且要参加选美比赛 新的乐团还差一个成员 一位春希就想邀请 那个在隔壁音乐室的 钢琴大师神秘人 一位春希每天和亲音乐的部长 范仲无业 顿点神秘人 可是隔壁轿车的大门 一直紧紧锁住 终于在第三天傍晚 音乐室传来了琴声 于是春希找她的几条绳子 打算翻墙耳路 但是一旧踩空 她就这样悬挂在空中 随着隔壁教室的窗户 突然打开 并且伸出一双手 拉住了她 这双手的主人 让春希惊讶地发现 原来神秘人 竟然是她的灵桌 是那个整天摆着臭脸 整天都在睡觉的 东马和沙 东马和沙是一名钢琴家的子生女 自身也是钢琴天才 大家都觉得她疾难相处 但是春希从音乐里 却觉得她是个 很会照顾人的甩琴女生 春希和雪莱坦白的 钢琴神秘人的身份 而不仍是春希和雪莱 谈到东马是那眼底的温漏 还是东马无意中 透露了对春希的在意 雪莱都明白 其实二人是向我喜欢的 但是她并没有说破 为了收通东马加入 雪莱邀请她和春希去家里做客 果然在家中 东马十分清楚地 说出了春希的所有性格 可见她平常 十分地关注春希 而现在距离学院季 仅剩两周了 找成员在排店时间根本不够 不知不觉 东马和春希就像十分熟悉的朋友一样 争论了起来 一旁的雪莱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 直到雪莱的爸爸回家了 他爸爸一听雪莱要参加乐团演出 就一口不同意 还让雪莱把春希他们给赶走 雪莱真心地想要再合奏演唱一次 东马明白了她的心切 让她先全服爸爸再说 只要雪莱能够参加 自己也可以假如 回家路上 春马不自觉地为东马的微笑 和点光心动 之后 三人组团成功 开始为学院季努力联系 而部长范仲则玉库舞类地成为了吉他后部 雪莱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 但是声线很好 唱得也不错 但是春希的吉他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东马觉得她一个人肯定没办法进步的 虽然春希逞强地想要一个人拼命练习 但却之中东马还是把春希拿回家了 一起每天开始进行深夜练习 而这过程都是慢着雪莱进行的 两天有天一起练习到深夜三点多 第二天一早 春希还有心看到了东马过着浴巾的模样 东马羞恒了脸 直呼自己倒霉 之后 春希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 等到周末的时候 雪莱他们也住进了东马家 为了演出而开始了合作 春希练习的一周 第一首曲目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接着 他们又选第二首表演曲目 雪莱却了一首经典的歌曲 这个歌曲的吉他手 是个非常帅气的存在 而且难度不小 意味着春希必须用一周的时间就联会 这对于之前是小白的春希来说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 现在有东马在一旁知道 春希也有了希望 住进东马家的雪莱 无意中发现了东马家 有蓝氏洗漱用品 她问了东马 才知道之前春希早就住在东马家的事情 雪莱却就在自己被排除在 关系更加好的东马春希恶人之外了 因为这一发现 还不知道自己喜欢春希的雪莱 开始变得无法专心联系 心情也很低落 变得嫉妒她两个关系都死之好 明明似乎是自己先遇到春希的 合作结束的这天晚上 雪莱对春希爱离不离 那春希有些尴尬 突然 雪莱又仔细地凑近春希打量 然后认真地说春希看起来其实很一般 也不帅 性格虽好却也可以说是 试图逃后 对所有人都很照顾 但也可以说是古板 难以接近 雪莱自说自话 把春希的优点全部说成缺点 然后自我安慰到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故作坚强的雪莱 已经刻意地要把春希 想从最惨情的男生 这样 她才可以不让自己在脑边流 可是 她却忽略了人性 正是往往你越想忘记的人 就越会起深刻 而有些懵的春希 春希从诺玛娜了解到雪莱不高兴的原因 于是立马打电话给她道歉 还说自己挺喜欢雪莱这种性格的 雪莱跟她解释了自己很害怕被朋友排挤在外 因为从三被朋友们排挤 而谁所打击过 而被排挤的原因 竟只是因为一个男生和自己告白引起 这一页的雪莱因为春希叫她雪莱而开心的不行 之后 春希也都称呼她为雪莱了 十分亲密的称呼 但是诺玛能就像以前一样难以接近 她拒绝跟雪莱和任何人亲密 所以依旧喊她 小莫增 后来课堂测试时 老师发现东马竟然在写着乐谱 于是她想要没收乐谱 结果惹怒了东马 因为这首乐谱是他们三人准备的另一首曲子 东马的情绪十分激动 和吃了老师 还枪走了乐谱就逃课了 春希和雪莱也一起逃课 因为东马是同伴 又难同当 雪莱还约好了 学员机之后三人一起复习功课毕业 三人的羁绊 也在这一次逃课中真正建立了 可在这天早晨 东马没有去上学 电话也打不通 担心的春希就直接逃学娶了她家 才看到昏倒在地的东马 这一天也正好是彩排的日子 东马醒来时 春希正认真且笨拙地给东马熬粥 东马直傲娇地说她多管闲事 但是心里还是很暖的 所以即便发烧了 但是东马还是坚持要建筑春希恋情 对于学员机 二人都想全力以赴 东马也第一次对别人说了心事 那就是本来东马的妈妈 就是东马生活的全部 可是有一天 他妈妈要单独一举巴黎 而且不把东马当一回事 那时的东马就立马痛苦地大哭起来 并且要妈妈怂气 而想放弃钢琴 这些年 东马都由自己独自演的生活 春希听完后 只说这是普通的谋女吵架 在春希继续弹奏时 并没有听见东马轻声地问着去 你要小木僧在交往吗 之后春希拿出了自己做的歌词 想作为演出的第三首曲目 由东马作曲 学来组唱 所以三男的歌曲 学来看的歌词 就仿佛是春希 也给东马请求一般的歌词 这首曲子自己压根不知情 虽然后面给了自己不是故意 而蛮走的解释 但雪来还是故作镇定地和恶人练习 用最后一天练习这首曲子 很快学院季终于到来了 雪来和东马穿了可爱 性感的礼服 现场塞满了火热的观众 呼声极高 两个女生在台上 似乎刻意较劲 而在演出圆满结束后 春希对东马说 真的很想一直这样 三个人在一起呢 一直憧憬的高龄之花 雪来就在眼前了 一直想成为朋友的东马 也在眼前了 那东马听了 却哭了 原来自己在春希那 只是普通朋友 这天傍晚 春希从疲惫中 在教室中醒来 身边只有雪来 今天演唱 让她很开心 她也做好了 向春希表白的准备 雪来激动了 想要春希约好 一游大雪 也要在一起 然后她表白了 并且主动吻得春希 春希并没有别开 而是全都接受 那么东马到底 又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 她明明也很在乎春希 但是她的性格 似乎让她不会 主动表白 白色相簿 是一部不同于其他 Gala Game的恋爱游戏改变动画 她没有后宫成群 整部作品也都围绕在 两位女主和男主身上 并且相对于 四月黄银的恋爱剧情上 她似乎会更加的铁切现实 而这些还在等我抓紧 制作出下期视频 或许各位没看过的观众老爷 才会更直接的退 而这部动画和游戏 还诞生了一个词汇 白雪现场 大致就只是说 发生三角恋的剧情 即可称为白雪现场 而像白色相簿中的剧情 全爱蛋和东马蛋 来看那些没有看过白色相簿的人 会是想先支持谁呢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